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六可能会比较静一点 这次五金店有时呢 礼拜六就有些会休息的 电财公司呢 很多这里呢 牙玉盖 天立刻 貂 impact 我整个家ieu 店质 organizations 那就带这个動画 我们马上来就炒了 反正利饼的那些 平常东西都蛮欢迎的 前面右手邊的洞就是香港電信大樓 上海街了 這個燈很快轉,要走快點 近泰智這一段的上海街,有很多燈賣 星期六才能流特別旺 所以很多店舖都不會休息 在這裏後面 這裏呢 這間牌門教 這裏是很濃烈的 這裏是很濃烈的 米伯樂禮也有開了 快走一走這一間就在租租 很奇怪 來到尼登堂這個位置 那就要過馬路了 現在要走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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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飯網絡跑個頂 这是中华基督教网诺堂的位置 走到今华那边 这边比刚才 上海街那边的黑街 西阳灿南街 花園的方向 虽然说是人流 但是其实 不知道为什么呢 给我的感觉 其实 比近时都是少 这些人也是 这些人也是 不算凤凰那街,眼中都會見到柑草 那現在就是通彩街 應該是麥芽汁也很老 這幾檔 少吃很多人 現在的麥芽汁也很少 鮮肉 雞仔餅 回營家為止 但是麥芽汁也很旺 比上次來拍的比較旺 即是人牛 但也看麥芽好像不是很多人買東西 另外一邊 有一間水果檔那邊 還有最後一段 很多人買雞蛋仔 現在香港最多人的就是買這些小食的店 不是買一些貴重的東西 像這一類的 買這些雞蛋仔 香港的街頭小食的店 就最多人 所以現在都開了很多這些 明記了很多年 吃車仔麵 豆腐花 這些 因為這裏剛剛就在這個 看過火車站的位置 很多人就吃這一類的東西 我們來到這個西芝街 再拍一次這個拔街的位置 我們今集就講到這裏 大家知道炸的哪裏要見 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聽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